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就在联合国会议召开前夕 台湾的民间团体将在下个月前往纽约 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活动 台湾的外交部表示鼓励民间团体在国际发声 但是台湾政府不会以官方的名义推动加入联合国 那么国民党方面认为这是民进党为了转移蔡英文 这100天来执政失败的一个假议题 那么回顾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 台湾社会内部曾经引爆公投大战 蓝绿双方各自推出了一个不同版本 一方主张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简称入联公投 那么另一方主张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重返联合国简称反联公投 曾经令美中两大国绷紧神经 屏息以待 不过最后两岸都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的全体 公民的办数而宣告无效 但这个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每年逼近9月的时候 台湾社会内部就会涌现一波入联或反联的浪潮 那么究竟各界如何看待这一次台湾重现入联的议题 中华民国当年又是怎么失去联合国的代表权呢 在华盛顿的邓仲敬教授 请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想1949年之后 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权 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掌握 一直到1971年 1971年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立场变化 比如李克森 他开始派基辛吉去接触中国大陆 那是他立场变化之后 所以很多西方的国家就跟着导向 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那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接受 因此至于说是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在联合国里面我们要去参与这个活动 这没问题 我们事实上参与了不少的活动 但是你要是参加联合国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当然以过去有人期望说 中国大陆就分裂了 比如说以前李登辉总讲说 接受日本的七国论分裂了 迄今未分裂 我们不能期待别人分裂了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了 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现实 那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也显出这个新政府内部 民进党之间有太多太多的这个矛盾存在 那不同的派系 有不同的考量 到最后还是要接受现实 然后加以妥协 好的 感谢任中坚教授 那么我们也请教在台北的延建发言 我们看到最近 这不论是驻美代表高硕泰 还是外交部长李诈伟都根据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话题 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另外还有比较值得注意 是前行政院长游席关还说 在这个议题上 好像民间团体可以跟小英来 扮白脸跟黑脸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怎么看最近这一波 有关于台湾民意入联的 讨论的声浪呢 李证范教授 是 因为过去陈水扁执政时期 也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后来发现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小 甚至几乎可以说是无效 然后也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得罪了我们很好的朋友 尤其以美国为主的 这些重要的朋友 所以我想这个经验 让现在民进党觉得说 可能进入联合国 或者被正式承认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刚邓教授提到说 不要期待中国分裂 然后才台湾得到被承认了 我觉得如果以历史眼光看 一定要中国分裂 中国出了问题才有可能 包括像过去朝鲜也好 越南也好 都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情况下 他才独立出来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现实 当你目前来看 中国还是非常的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务实一点就是 我们一方面民间当然发出声音 我们要被承认 我们要入进入联合国 但是政府方面还是务实一点 能够多做有意义的参与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朋友 挺我们的朋友 美国 日本 欧洲这些国家 我觉得他们的意见 我们要多参考 这才是我们务实的路 好的 感谢严建华教授 严教授刚刚提到了 这个陈水扁前总统 当然严教授过去也曾经在 陈总统执政任期担任 这个外交部言社会主委 我给大家提一下 那我们看这个蔡英文 现在100天来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也很难不去想到 当年的一些风火外交 不过接下来想把时间交 也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 来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董宁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这个 就是民进党执政 这个陈前总统 跟这个蔡总统执政的 这个外交的政策 还有蔡总统所提出的一个 刚刚邓教授提到的 新来项政策合起来谈 就是虽然蔡总统 他并没有揭示说 这个新政府 他的这个外交政策是什么 但是他在巴拿马曾经说过 外交是要一步一步 他踏实实去做 所以媒体就给这个 新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 灌上了一个踏实外交的 这个封号 以对比于这个之前 陈前总统 陈水扁前总统执政的时候 所谓的这个风火外交 那么究竟是不是踏实外交 这四个字可以反映出 目前这个蔡总统 他还有这个团队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努力 那么此外 蔡总统也成立了一个 新南向政策办公室 那么也揭示了这个南向政策 不是这个说说而已 是要确实去做的 那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 严谨发教授 就是踏实外交是真的可以 为台湾在这个往南 真的是慢慢的可以开出一条路吗 说实话不知道 因为现在刚开始在做 但至少可以证明以前的风火外交 确实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 其实就跟中共的这个 对这个斗争来讲 是有一点成果 因为当我们对想去挖一些 邦交国的时候 就会耗中国更多的银子 就这一点是有一些成长 但是我们得罪了我们的朋友 美国 日本 欧洲这些 所以得不偿失 那现在走这一条路就是说 我们不去做挑衅 我们希望和平 稳定 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推 能不能成功 这当然还要看时间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但确实南向是一个趋势 因为中国自己现在也是往 一带一路也是往 一路就是往南 它也是往南向 现在所有的资本都往中国 往这个东南亚去 现在东南亚是外资最多 比中国还多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往南反而是政府 现在是跟着民间在后面走 从2012年底 其实就很多台商往中国移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做的来得及 可是这一次做的南向 新南向真的有点不大一样 就是它不是纯经贸的 它还从人文的 而且不是单向的 是双向的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 外籍新疆在这里 还有外劳在这里 所以它是使用个全面的 比较是结构性的去处理 做长期 又短中长期的这个做法 所以会比较扎实 因为在过去 这个李前总统跟曾经总统 也曾经做过 可是那时候 中国是吸睛的力量很大 那现在中国又经济下滑了 所以很多资本也外逃了 包括中国自己的资本 也往东南来移动 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回到华府 我们请教邓中间教授 就是您 同意用踏实外交 这四个字 到目前为止 您来观察 蔡总统的外交政策 您同意这四个字的概括吗 同时 您刚刚也提到 这个南向政策 您似乎有很多的 这个评论想要说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 菲律宾在这个仲裁之后 好像也往中国靠拢了 然后这个 缅甸的汪山苏基 现在还在北京 那么这个东盟 或者是我们说东协国家 目前看起来 好像只有越南 跟这个中国有点矛盾 那其他的 好像都往中国靠 那么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台湾要 新南乡要更加的努力呢 第一个我们谈外交 都会把上面两个名 形容词把它拿掉 所以今天就我来看的话 蔡英文总统的外交 跟这个成员总统的外交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一个叫风火 一个踏实 其实我说 这个都是形容词 我们真去仔细看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追求的 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做的 比较隐晦一点 一个做的 比较猖狂一点 那当然 就像刚刚建发就拿 猖狂的结果 就遭受到很大的 这个外在的压力 隐晦一点 就没有什么压力 但隐晦一点 不表示说 我们外交会非常的顺畅 刚刚提到的 这个范立刚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去警惕的问题 我不同意 郭牧师提到的 这个左派 教宗 教宗 他是解放声明 他是关系人民的 所以用这个不当 另外讲说这个 欧巴马是左派 我觉得也不当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把你摆在对立面了 难道你郭牧师是右派吗 因此我觉得说 关系人民的 这是重点 这是重点 当我们回过头来谈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外交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还就是现在 还没办法做到 就是说 我记得我们外交界的 这个齐老 就是这个前傅 前军傅先生 他就讲 两岸关系 也优于这个外交关系 今天不能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们外交是一定有问题的 只是问题的大小而已 刚刚提到了新南向政策 我不经常问 我说这个建发兄 你刚谈的这个 其实都是空话 我们去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菲律宾 他接收了美国的巡防舰 接收了石搜的 日本的这个研究的炮艇 将来我们的渔民 不要说到南海 就在巴士海峡 都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们有没有预想到 你说我们跟这个关系好 刚刚这个 我以前也提到了 好像越南跟中国大陆 关系不好 可是越南这也有问题了 罚了我们的这个台硕钢铁厂 五亿美元 政府有讲一句话吗 没有 苏志芬委员到越南去 身边还跟了所谓的 我们的东南亚的专家学者 结果怎么样了 越南驻我们的代表讲 说你去旅游 为什么乱跑 我们立法委员跟政府 造的多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连着 从联合国到新南向政策 执政党内部 执政党跟这个政府之间的 一个不协调 使我们的外交人员 不知所措 我相信建巴兄 其实很了解了 只是他不好讲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所以不是加上踏实 就真的踏实了 这是我的看法 东宁 谢谢邓老师 那么台北的袁老师 有一些想回应的话 好的 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跟东南亚 关系很紧密 所以有很多人流的问题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问题 所以更需要政府来提供一些辅助 包括像教育交流 科技交流 但是刚刚邓教授所讲的 台塑它是个案 因为台塑跟人家签约了 然后这里面很多台塑资讯 是不给政府的 甚至政府都在关键时刻都有出了 出面帮忙 帮忙是原厂的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资讯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太困难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用一个个案 而且台塑这个问题 也不是民进党执政上来 它才开始有了 这已经持续很长段时间了 所以用这个个案来否定 或者说南向政策没有方向 我觉得也不大公平 我觉得大家再看一阵子 因为政府在做事情都要照个步骤来 要编预算 要一些人 人事这些都要去处理的 不是你 今天就像我们想到东南去旅行 我们要买机票 我们要办旅行证 这很多事要处理 所以我觉得 不必那么急躁的来做判断 后续我们可以再来观察 好的 谢谢严老师 东宁 好的 严马上来接听电话 新北市的黄先生 您好 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 来宾好 你好 想当年退出联合国 是蒋介石死要面子 所犯的严重历史错误 不提也罢 但是我对蔡英文总统的施政理 基本上是支持的 有信心的 今天的台湾 无论在政治经济 国防民生 社福各方面 都是击毙以身 百病重生 蔡英文总统 推动转型正义 居住正义 分配正义 遭遇到不少的阻力 但是要推动改革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要有很坚强的意志力 和执行力 今天台湾需要有全新的改变 经济上要改革开放 政治上要宏观调控 好的 非常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觉得台湾加入联合国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了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另外一个严建华先生刚才说 台湾现在除了和大陆以外 和别的国家关系都非常好 我觉得就好像一个人 除了和他在听兄弟一步说话 和外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那道理不是一样吗 严建华先生 我们在一块说话是不用翻译的 谢谢 再见 好的 感谢河北的张先生 看到我们很多听众对于这个 以台湾名义入联的话题还蛮有兴趣的 稍后我在念完一个这个脸书的评论之后 请两位来宾可以稍微做个总结 那刚才因为透过这个脸书的直播 也有网友发表一些评论跟意见 我们很难得有这个脸书的网友发表意见 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念一下 这位李昭阳先生说 民进党是有台独的党纲 那么现在选上了又是最大党 大可以禁止对国际宣布台独 却始终没有这么做 是不是究竟不可行 这是他的问题 另外他也提到说 能不能将台湾参与民航组织 IKAL跟这个海机会 这两件事捆绑起来 我到时候看到两位来宾 对这个有没有意见 他的意思大概是说 如果不允许台湾参加民航大会 就宣布解散海机会 这是这个脸友李昭阳 在脸书上发表的评论 那么我想请这两位来宾 很简单的回应一下 这个刚才听众观众的一些评论 跟有关于这个台湾民意入联的话题 先请在华盛顿市场邓教授 我想现在这是一个全球化 大家相互依赖的社会里面 所以事实上我们如果讲 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我们是有的 我们也有贡献的 但是政治的事物 比如说参加联合国 不管是当官团员好 或正式会员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我当然也不了解 为什么民进党内部 前广播长蔡明先生 甚至于这个民营党的 这个副民主长李军一先生 跳出来 说了头头是道 说政府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 结果悠然就停止了 当我看起来 我就是有些朋友就描述 这是是不是一种 唐极科德式的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我觉得 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国内外的 这个尤其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的 一个随时的变化 否则我们真的会 很陷于很困难的状况 进退时局 好的 严静方教授很简短的 是我想说人家讲的 时然后言 我们要推一个什么理念 可能看环境 那目前环境确实比较不允许 台湾做过多的这个 期待的这个政策或动作 那刚刚邓教授讲我同意 就是像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 其实台湾包括像防疫 或者反恐 或者飞航安全 这是国际不可或缺的 所以国际也不会 丢掉我们这一块 所以但是你要在政治上 要出的很困难 所以才会走向 所谓的有意义的参与 所以我想到最后 台湾还是有机会去 参与这些活动 因为台湾不参与的话 这等于是多 控出了一个一个一个空缺 这对国际社会是很危险的 好的 天严教授 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 大约一分钟讨论时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 蔡英文上任一百天 很多人都说民进党 好像内部缺乏一些 外交的人才 两位都是国际事务的专家 最后跟我们一两句话 给小英总统提一些 外交上的建议吧 我们先请在 华盛顿县长的邓教授 我想我们外交人才很多 但更重要的是 那个外交政策 你外交理念 你的政策是怎么样去订定的 那么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 否则我说我们外交人员 就不知道如何去再对外作战 所以还是归了一点 我就说今天 我们在外交政策上面 跟两岸关系 必须要保持 某种深度的一个合作 好的 谢谢邓教授 严教授你有很多实战经验 跟我们小英总统提一些建议吧 严教授 我想你目前 你目前民进党要争取 这个台湾主权独立 这一种的作为来看 我认为蔡总统 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极限了 也就是说 能够得到国际社会 尤其像美国 日本 欧洲 这些周边国家的支持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认为是有政策 但接下来怎么去走 有时候还要再看 看这个条 各种的环境条件 以及人和 我想如果可能要再等到 今年年底 美国总统选出来以后 可能情况会比较底定 以目前来讲 其实国际社会 还是呈现出一些 看起来不大清楚的 也模糊的一个状态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 听众朋友们的参与 也非常的感谢 那么我们开通了脸书 跟YouTube的直播 也有很多的 这个网友收看 我们也是同样的感谢您 更加感谢 透过中华新闻网来说 听众收看我们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 也感谢邓中坚教授 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二位 更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 我们前面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或是在脸书上 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好的那么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即将在本周登场了 美国之音的VOA 是说带您关注相关的发展之外 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 我们的蔡英文白日维新 特别节目第二集 也将邀请来宾为您进一步分析 蔡英文的其他各项政策 执政风格还有台美关系 请您准时收看 另外海峡论坛 我们刚刚提到 已经进行了五次的脸书直播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 并利用脸书直播 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 我再重复一次 是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那么如果您对海峡论坛 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 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 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 斜线VOACHINA 还有twitter.com 斜线VOADAFNI 我们期待和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我是凡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叶博弈先生 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晚安 海峡论坛下周日 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那老师谢谢您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